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会信托基金将所有的工薪阶层的投资人都可以开放 对于投资产品 投资人最关心的是它的安全性问题 那么您这个基金有什么保障吗 绿达基金百分之百的投资都是安省有抵押的物业 我们做物业的贷款投资 我们完全不做比较高风险的开发投资 我们也不做第三方的合伙人的投资GPLP 我们也不做不能控制的第三方的投资 当然更加不投资股票和债券 我们唯一的投资方向是有抵押的物业 那我们这支基金的灵活性如何 我们可以随时取线吗 是的 我们的基金没有锁定期 投资人只要给我们两个月的通知 就可以去取出金额低于100万的任何的数目 如果取出的金额大于100万 我们需要三个月的通知 第一年如果投资者就把投资的本金取回来 我们会有3%的手续费 但是是没有锁定期的 一年以后完全是没有任何费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战5点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Mili 我们很高兴的今天邀请到了 瑞达信托基金的总裁 许群Christine做客我们节目间 那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公司的一些信息 以及他们的一些产品 Christine你好 你好 谢谢Mili 很高兴做客我们节目间 那能不能请你 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做介绍呢 可以 我叫许群Christine许 来多伦多已经30年了 是最早的移民之一了 我在多伦多30年呢 前10年是做金融的 在银行和投资公司 后面20年呢 整整20年呢 都是在做贷款 那我们今年呢 推出来一个新的理财产品 是跟贷款有关的 这个瑞达按揭互惠信托基金 这个呢 是一个信托基金 是个Mutual Fund Trust 跟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 这个私募基金不一样 是一个Mutual Fund Trust 互惠信托基金 就是严格受监管的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财产品 今天呢 我其实就是想讲一讲 这个瑞达基金的事情 好的 好的 谢谢许群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间 那我知道你做贷款 在我们社区里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 那你这次推出来的 这款产品和贷款 有没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呢 这跟贷款呢 是非常直接的联系 过去20年呢 我都是做贷款 其实呢 最出名的就是做疑难杂症的 那么所谓疑难杂症呢 就是在一般的大的银行 做贷款做的贷不到 那么我们在大银行贷不到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选择 有些小银行呢 它对大家的收入看法不太一样 所以呢 对收入信誉呢 跟大银行呢 不太一样 所以呢 在小银行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解决 很多人的贷款的需求 那么现在还是呢 越来越多的人 贷不到钱呢 就常常用私贷的形式 就是private mortgage 那么我们这个瑞达基金呢 就是完全投资在 private mortgage里面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瑞达基金 是一个私贷类型的 这样一个投资产品 对啊 对投资人来讲呢 这个投资的项目呢 就非常安全 因为我们百分之百 都有抵押的 我们完全不做那些 没有抵押的东西 所以我们每一分钱 都是投资在一个个物业上面 而且是安省的物业 就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业上面 所以就特别安全 那么因为我是做了20年贷款 同时呢 以前还有金融背景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不一样的产品 因为很多人 如果是做金融的 他才不太懂得贷款的话呢 也会有很多的风险 其实我在过去的 这个20年里面呢 就是做掌握风险 就是做风险的评估 和风险的控制 所以这个贷款呢 我们这个投资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因为没有比看得见 摸得着的物业来做抵押 更加安全的东西了 对对对 这个基金是以房屋作为抵押 来进行的这样一个投资 那但是外面很多人都说 这个私贷是风险比较高的 那他们所谓的风险是在哪边呢 对啊 其实房屋的做抵押的 已经比起所有没有抵押的 或者这个股票啊 什么投资更加安全很多 但是呢 物业价格也有变化 比如说前两年突然一下 整个物业价格跌了很多 整个我们平均缩水20% 那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这个近来这个 做成这个基金正好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也讲我们现在的那个物业价格 房地产价格已经是非常低谷 已经比最高的时候跌了20% 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投资人 对投资人来讲 这很难得的机会 第二个呢 我们呢只是做安省的 现在其实我们新的移民政策 需求量还是一直在有的 买房子是刚需来着的 所以呢 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安全 人和呢 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 对于我们呢 我自己做了20年 在这个贷款行业 我们的团队呢 这个是我们的poser 我们团队的有两位职业经理人 Martin Ray和这个Ron Quadra 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非常聪明的 是在 那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那Martin呢 他原来是在HomTrust 以前是HomTrust的President和CEO 那个Ron呢 以前是HomTrust的Senior VP 他是管全国销售的 那么这两个人来呢 他是把这个B类银行 或者Private Mortgage这一行的 最好的管理的经验 也带到我们团队来 如果我们基金以后发展 发展得非常大 那我们还是可以放得出去 我们一个管全国销售的人 同时呢 我们公司里面还有一个 内聘的律师 我们的Corporary Council 他呢也是做了40年的商业律师 因为跟做贷款不一样 有基金有很多需要 有法律的支持 所以他是我们的Corporary Council 在我们公司里面工作 还有一位呢 Ron Quadra 其实是 Sorry Mike Quadra 其实是Ron Quadra的Brother 他呢是 是专门以前呢 就是在HomTrust 这是Senior Underwriting Manager 所以他现在也是在我们公司 做Underwriting VP 那么我自己呢 在这个过去的这个20年里面呢 已经是 不是打造的形象 还真的是这个行业里面 做非银行类贷款的 全国第一名 两次拿到这个 全国第一名的这个 这个非银行类贷款的这个奖项 所以呢 我们这个非银行类贷款 就是私贷 私贷呢 就是我们的专长 现在拿到的钱呢 就是放在这个 有房屋抵押的这个私贷市场上 不但呢 能够掌握风险 而且可以有的钱呢 可以放得出去 这是很重要 那么风险最主要的就是 人家不还钱怎么办 不还钱呢 我们就去把房子 当人给他机会还 如果实在不还 我们可以有抵押 可以去排卖 所以投资者的利益 是最大限度的进行保障 同时呢 因为是有高 这个私贷呢 那个风险呢 比那个第一贷款高 所以他的利益率也很高 所以我们给投资人的回报率 也很高 我们讲的高回报 就是我们每个月呢 是按照年化利率 8% 每个月放期给那个投资者 所以投资者呢 每个月能拿到 这年化利率8%的这个回报率 这个是我们呢 预期最低回报率 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基金发展的很好 到了年底 一定会有额外的分红的 所以我讲 如果投资者现在还没有投的话 在12月1号之前 如果买了我们的基金 到年底一定会有分红 因为我们是按照这个年底 每一个unit holder 我们都是同样的给那个利率分红的 所以作为投资人 第一个要安全 第二个要高回报 这个我觉得我们都都达到了 因为我过去20年呢 也常常是跟投资者联系的 他们要的东西 我心里都知道 因为我自己也是投资人 除了安全高回报 很多的投资人还想要说灵活性 因为我把钱投到你基金了 或者我放到一个地方 万一我自己要用钱怎么办 所以呢 我们这个基金的好处呢 我们是一个非常灵活的 没有锁定期 很多的基金 在地产方面的投资基金 比如说做开发项目的一些基金呢 它一定要有三到五年至少要锁定 因为这个项目没有结束 我们呢 这个基金的投资方向 百分之百都是投资在这个mortgage上面的 很多人愿意随时还的 如果有钱他们都愿意还 所以对投资者来讲呢 就是说你需要用钱 你也可以随时拿回去 只要提前告诉我们 给我们两个月的通知就可以了 如果数目比较大 超过一百万呢 我们需要三个月的通知 所以这样子来讲呢 对投资人也非常非常灵活 所以总的来说 就是投资人的钱投资到你们公司 然后你们以放私贷的形式 把这笔钱借给 各个需要私贷的借款人 借款人或者说有需要的朋友 然后呢 等到这个 比如说投资人需要钱的时候 你再把投资人的钱还给他们 对 那么这个私贷呢 又跟现在市场上的很多做私贷的基金不一样 我们呢 就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合规的产品 是一个Mutual Fund Trust 那么是通过EMD来销售的 那么这个合规的产品 对投资人来讲呢 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传统意义上 只能用那些 就是高资产的那些投资人 能够用到的这种产品 把它平民化了 所有人只要有两万五 就是我们从两万五开始 就可以在我们这儿投资 那么包括这个RSP啊 还有Test Free Saving Account 这个免税账户 这个投资我们都可以用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以前只有高资产 高净值的人可以投资的产品 平民化 所以我们把这个基金呢 让大家都能够来介入我们 好的好的 谢谢Christine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下 自己的公司 以及你们的团队 还有你们的投资产品 那我相信有兴趣的投资人 已经会和你联系的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瑞达 互惠 这瑞达 瑞达是Ready 这是叫瑞达 Ready Capital 这是我们那个基金产品 谢谢 好的 谢谢Christine 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分享了 你们这么好的产品 也谢谢电影间观众朋友 我们的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谢谢